是因着祢的爱 把我们系到祢的面前 我们到祢的面前 为了我们温会和离去 做我们随时的方圈 此时此刻 求祢接近我们 求祢让祢不同的方向来围养我们 也求祢打开我们的心门 让我们能够遇见祢 主 今天祢在我们中间 找往随去守卫 祢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策着一切脚光的灵离开我们 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策着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我们 主啊 祢将以下的时间 空间都分别为圣 求祢亲自释放祢自己的信心 使我们从祢的坏中 得着能力 得着帮助 全来交托阳光祢 同心回祷告 奉主圣灵祈求 阿们 我们刚才一起述入了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和十九节的经文 这些经文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祢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平补的人 猜请我报告费鲁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 我们说费鲁的德释放和受压制的德自由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 好像是差不多了 但费鲁的德释放是指 我们因着罪和过犯被缠住了 是犯罪所赋的代价 我们要从罪中得释放 但受压制是出于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样的坎坷 或者是艰难 被身体 心灵的痛苦和忧伤所压制的 所以今天我从受压制所带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的角度 看耶稣如何使我们从压制中得自由 而使我们拥有的喜恶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就以受压制的德自由为题 与长辈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 主耶稣要宣告我们的生命得自由 所以他接着说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严 在立位纪二十五章第十节 上帝向他的选民 以色列百姓定下一个律帝 每五十年宣告一个喜年 在这个喜年里面 每一个人都要得享自由 使为奴的得自由 所卖出的土地要归还在原来的买主 这个关于喜年的律法制度 也预表着今天通过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是自由的 脱离了罪的瑕疵 脱离了死亡的阴影 也脱离生活当中各样的痛苦 忧伤 捧绑 捧绑 压制使我们得以自由 我们最大的自由来自于罪得释放 因为犯罪使我们成了罪的奴族 耶稣说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族 罪自负我们 使我们不自由 并且罪的工匠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罪包括我们本性的一些污秽和肮脏的 一切被逆成的思想 意念 言语 行为 眼目和肉体的情欲 骄傲等等 魔鬼他会设置各样罪的网络 让我们自投罗网 但是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之后 你就能够看到危险 躲避身边各样的试探 引诱 不至于落入到魔鬼 为我们所设的网络当中 色罪的侠制 在彼得课书二章十九节说 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一无福 我们若犯罪就被罪 制服做了罪的奴仆 将人生主权交给了黑暗的权势 但是主耶稣来了 带给我们生命的自由 所以我们得救后 就不要再回到罪的网络里去 也不要再放纵过没有真言的生活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 劝勉我们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侠制 保罗他接着说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量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 互相服侍 所以说基督徒的自由 是指不犯罪的自由 并不是随心所欲 我们脱离罪的瑕疵 才能享受生命中的美好 经历神美好的恩典 刚才我们所读的 就是耶稣在会堂里面 所读的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经文 耶稣他来图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来不是解决一时一地的物质问题 或者是生存问题 耶稣要来解决的乃是我们生命当中 心灵里面的一个瑕疵 这个瑕疵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解决的 包括我们今天站着的每一位 我们每个人都要解决的 他要解决我们生命的光景 因为刚才我们读的四篇九十篇里面 《洗衣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 人一生的年人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发的不过就是 劳苦和仇犯 所以因为我们一生 就是在劳苦和仇犯当中 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 都要解决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 耶稣来是要根本的解决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带着罪的家属 所受心灵的压制 我们人是由身体和心灵组成的 耶稣要解决我们生命当中 这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我们身体的疾病痛苦 第二就是心灵的忧伤 当我们投靠他 让他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 他就可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压制 得享自由 所以以下我们就从身体和心灵 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脱离身体上的压制 第一就是第一点脱离身体上的压制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一个重点 就是医治人的疾病和痛苦 福音书中有记载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传天国的福音 教训门徒 医病感悔 很多的人病得医治 会被感出去 生命得着释放 那耶稣为什么这么关注我们身体的状况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 耶稣他为什么这么关注我们的身体状况呢 因为我们信主后 把主耶稣接到我们心里 就成了心灶的人 这心灶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 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点 是神荣耀的点 我们带着神的荣耀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上帝关心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被压制的话 没有被疾病所捆绑的话 我们就可以活得很轻松 很喜乐 满有平安 如果我们活在疾病的压制下 我们就会愁容满面 甚至归心抱怨 所以我们不要活在疾病的压制下 至少可以从心灵上去战胜疾病 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健康的人 每一个人都被各样的疾病所残忍 有人说孩子这么小应该不会有什么病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 看似身体不错 却深受了鼻炎的困扰 或者是皮肤病的 虚麻疼的困扰 还有的孩子得了刺病症 不愿意说话 自残 想自杀等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人说中年人应该正当时 正当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 很多刚不如中年的人 就已经得了高血压 糖尿病的慢性疾病 需要长期的服药 甚至是终身用药才能够控制病情 那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 疾病影响了生活质量 活在了疾病阴影之下的人们 承受着各样的压力 到了老年人 我在长辈兄姊妹交付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他吃的药比吃的饭还要多 吃一顿药是十几项药 所以我们看到 各个年龄段 每一个人都在承受着各样的压力 得不到平安 都有这样那样的疾病的残扰 所以当一次我们再去探访一个姊妹的时候 他告诉我 哎呀我又要做医院了 哎呦我真的没办法 好像我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位姊妹好像是 一面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医院里面 所以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我说怎么样 你要从这个疾病的一个捆锁当中 要走出来 你要炫耗 其实你不要看我们 好像今天来探议 好像我们是健康的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这样那样的疾病 大家说是不是 是不是 今天我想在座的每一位 没有一个人身上是没有一项疾病的 我们总做的这样那样的一个 大到小小的 总不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 但是我们要知道 耶稣带给我们好消息 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脱离疾病的样子 活得健康 因为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 我们的身体也就蒙福了 耶稣是困苦之乐的朋友 他担当我们的优患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使徒行传中 彼得这样概括耶稣一生的工作 说神这样以圣灵和能力高 拿撒勒的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六四方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这节经文和耶稣在拿撒勒会堂 宣告他的死命是平行的 内容也是相似的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也就是耶稣所说的 受压制的得自由 很多人活在疾病的阴影压制之下 以至于不能享受生命的美好 更无法去关心身边的人 因为他连自己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没有走出自己生命的阴影 他整天活在怨天游人当中 他还怎样去爱别人 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战胜一切的疾病 让我们拥有健康的生命 健康的一个心态 魔鬼就无法来搅扰我们 所以我们要宣告 我们自己要宣告 在主面前我们要宣告 我是能怜悯的 我是被医治的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魔鬼在我身上是不合法的 无法掌控我的生命 我们要有这样的宣告 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者 主耶稣他医治了一个驮背十八年的妇人 说有一个妇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 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了 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 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 他立刻直起腰来 就归荣耀与神 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十一到十三节里面的经文 所以耶稣在之后 与法利塞人的对话当中 说况且这女人 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捧绑了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案 这妇人在疾病中是夺了后裔 耶稣从撒旦的捆绑下释放了这妇人 甚至这妇人都没有求耶稣释放她 耶稣就足夺的医治了她 当鬼被驱逐以后 她的身体自然就好了 所以我们说耶稣他关心我们的全人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以后 甚至还没有专门为自己的这样一厢疾病 一直来祷告 很多的病症就没有了 有的人在信主前 浑身上下都是各样的疾病 什么消化系统啊高血压啊或者是关节炎啊 内封闭系统啊等等 但是信主以后怎么样 不知不觉的这个病痛啊 像包袱一样被甩掉了 本身都是很轻松的 所以在我们中间充满了这样的恩典 各种的疾病就得到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我也听到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说 哎呀那现在看到的不是我之前的我确实是这样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之前 我的朋友我的同事看到我 第一个问题就是问 你现在身体好吗 你现在身体好点了吗 因为他们知道我身体真的非常的差 我每一年都要挺病家 所以现在他们看到我说 怎么了 哎你跟以前好像不一样了 就是所以我们说 不要说从每个人身上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我们看到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在我们中间充满了这样的恩典 各种疾病得到医治的见证 所以圣经当中用被压伤来描写一个生病人 这个病人是谁呢 就是以色列王大卫 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在疾病面前都是平等的 再强大的人在疾病面前也是那么脆弱 即便是一国之君也同样被疾病折磨的身影爱恨 所以大卫被疾病折磨的第八节里面说到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我就爱恨 所以大卫被疾病压伤 他痛苦不可看 大卫接着说 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心不向你隐瞒 我的凉藤密友 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所以中国人常说 久病藏前无效 久病有的时候对于亲情 对于人情关系也是一种考验 更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人在疾病面前的脆弱 我们常常看到 原本一个好好的人 因着一份极简报告的一个异常 整个人就崩溃了 很多的癌症患者 也都是因着吓死或者是愁死的 当检查出癌症后 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导致进一步的导致了 免疫系统的省伤 身体失去了病量 所以主耶稣带领我们的恩典 他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把我们扶起来 将我们从疾病当中带出来 这是我们的好消息 当然我们的疾病 我们说我们不是为了病得医治而信主的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信主包含着病得医治的恩典和盼望 所以在诗篇103篇中说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恋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以赛亚书中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恋加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所以耶稣是无罪的 是完全的 但是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过犯罪业 为了背负我们的重贷疾病痛苦 为我们受刑罚受鞭伤 并定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受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一起来把这句话读一遍 因他受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鞭伤 我们得医治 所以在我们得医治的背后 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他付出了很大的 很多很多的代价 正因为他所付的代价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着恩典 我们可以战胜疾病 走出疾病的阴影 享受上帝所祝福的人生 圣经用鲁尾来描述人的脆弱 说鸭伤的鲁尾他不责乱 江产的灯火他不责念 等他私行功礼叫功礼得胜 即便人如鸭伤的鲁尾 如江产的灼火 但是主耶稣看我们为宝贿 他扶持我们 点亮我们生命的光 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充满激情 让我们里面有火力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主耶稣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受鸭子的得自由 大家一起说 受鸭子的得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不在疾病的鸭子下 我们可以享受自由 我们拥有得医治的信心 健康的信心 是我们可以面对新的一天 所以上帝的医治需要我们全面的认识 有时候神的医治是突然性的发生的 有的时候是陆续发生的 有的时候是出于上帝的主权 也有的时候是需要人悔悔的一个过程 通过疾病让人反省 此人悔悔也让人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脆弱 有的疾病是出于上帝的管教 但是大多数的疾病是由于我们自身所引起的 60%以上的疾病与情绪压力有关 而不熬夜不节制的这些错误的生活方式 也会造成疾病 需要转变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们依靠主得胜 即便是在疾病的压制下 我们的心灵也不会受压制 拥有喜乐的心 积极的治疗战胜疾病 这跟我们的信仰是并不冲突的 去医院诊治和求上帝医治也并不矛盾了 因为上帝也会借着医生的治疗和医药来医治我们 我们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 经历上帝医治的大能 在疾病中不要灰心 尽管来到神面前 相信这样的神迹天天会发生 以上是第一点 耶稣救我们脱离身体上疾病不过的压制 第二点脱离心灵的压制 脱离心灵的压制 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耶稣在拿撒冷会堂当中所念的经文 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的一到三节 原文是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刀帮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一至五猜浅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废鲁的得失望 废仇的出尖了 报告耶和华的恩典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赤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伊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义树 是耶和华所灾的 叫他得荣耀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受压制的得自由 包含着从忧郁伤心当中走出来 忧郁伤心如同牢房一样 囚禁着我们的心灵 经文当中说 猜浅我医好伤心的人 那些受到打击 内心忧伤 心灵破碎的人 是耶稣医治的对象 在第三节说 伺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伊代替忧伤之灵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面的西安 使得就是信徒 灰尘就是指人 因为内心的悲哀 扬起了灰尘 披马蒙灰 耶和华说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伊代替忧伤之灵 就是耶稣让我们 这些受压制的得到自由 主耶稣要依止我们破碎的心灵 给我们一个喜乐的人生 很多人外表看是光鲜亮丽 其实内心实质上已经是伤痕累累 所以无论是在生活当中 在情感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 都活得非常的累 还有很多人内心的痛苦和空虚来自于自我的否定 常觉得好像自己活得没有价值 好像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如别人一样 好像人生没有意义 常常会有亲身的念头 所以今天很多人正活在忧郁当中 有人事业遭受重伤 背负债负的重担 有人经历恋爱婚姻的朗基 终日茶饭不吃 整个生命破碎了 我们需要从耶稣那里得着因子 让我们从伤心忧郁中走出来 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苦的人 很多人心灵得失放 病得医治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来到上帝面前 内心感受到天父的爱 伤痛得着耶稣钉横手的触摸 破碎的心灵得以愈合和修复 只要我们到天父面前来 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 常常会否定我们自己 让我们感到自卑 感到没有价值 无论是在工作当中 遇到不胜利 或者是在情感上遇到挫折 又或者是在成长当中遇到伤害 请记住这句话 腰上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产的灯火 他不吹变 我们一起来读 腰上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产的灯火 他不吹变 所以我们的心灵所受的各样的伤害 要到哪里才能得医治呢 我们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教会 就如圣经所记载的 好撒玛利亚人 把强盗打伤的人送到旅店里 教会就是我们天路历程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的礼店 是我们可以残骨伤后 休息疗伤的地方 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内心 没有得到医治 就充满了苦毒 怨恨 甚至仇视受贿 仇视人生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得神的医治 走出来之后 我们也要关心身边的人 把他们带到教会 带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他医好伤心的人 补好他们的伤处 因为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 是信实的 那么我们怎样 才能够从心灵的压制里面 得到自由呢 以下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也是圣经所强调的 第一方面就是 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真理也就是上帝的话语 耶稣说 你们必晓了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里面 告诉我们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耶稣自己就是使我们得真自由的真理 因为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见得我 没有人能到处那里去 所以有的人信主受死以后 对圣经的课程 感到非常的枯燥 觉得没有兴趣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当有危机感 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信主后 就要渴慕神的话语 渴慕去多多的认识 所信的耶稣 去明白真理 我们不仅要信 我们也要信的明白 不是说信的耶稣 你的问题解决了 就以为是万事大吉了 若是在真理上人不明白 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的话 原来的忧虑就会卷土重来 重新回到过去的重担和压制当中 就像耶稣说 那无悔看到被打扫干净的房间里面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多的鬼来 都进去坐在那里 那有默默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 所以我们要及时地让真理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尊备 能够明白真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 真理的反面就是谎言 真理的反面就是谎言 谎言就是魔鬼用来欺骗世人的 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我们要从魔鬼撒旦的谎言当中出来 进入到耶稣的真理当中 不要受谎言的欺骗 认为自己没用 没有价值 或者让你去犯罪 远离上帝 独自的孤独 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 并且知道自己在神眼中是多么的宝贵 是神所爱的 只有真理才能够抵挡魔鬼 破除魔鬼的谎言 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 我们要有这样的 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宣告 我是耶稣的宝费 我是主所爱的 主耶稣看我为宝为真的 我们不要否认自己 好像自己好像否定自己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人眼中看来好像不展示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 是看为宝 看为真的 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所爱的宝费 我们不要被撒旦所迷惑了 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么的没有价值 我们都是主所爱的宝费 所以我们知道 真理使我们得真正的自由 第二方面 心里面得自由的就是 赞美让我们走出心灵的忧伤 赞美使我们走出心灵的忧伤 在六十一章的三节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要穿上赞美的衣服 用赞美来代替忧伤 说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忧伤是灰色的阴暗的 一个没有从忧伤中走出来的人 生命当中会有着很多的灰暗 在我们信主以后 主的宝血将我们洗净 我们就要把对神的一个赞美 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 作为面对社会与人交往的一个外表和形象 在诗篇的四十二篇五节里面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幽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并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所以我们看到 忧郁是一种常常会泛弃的情绪 人在忧郁当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是在自怜当中 只看到自己的痛苦和黑暗 但是当他抬起头一样望神的时候 就会发现上帝是笑脸帮助他 神是慈爱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是在西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变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要学会以赞美喜乐的心 面对这位神 歌颂赞美他 这样我们头顶笼罩了乌云 心中盘踞的忧伤 就好像一首赞美诗中所唱的那样 天上的乌云 心里的忧伤 全都散落 所以最后诗人怎样走出忧郁的呢 随后在诗篇十四三篇当中 诗人说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有梦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我们说最喜乐的神 是我们对上帝最人性化的一个称呼 祂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 当我们被黑暗和不安所包围的时候 我们就要到神那里 要遇见祂 因为祂是我们的亮光和真理 祂是喜乐平安的源头 平安像江河一样 源源不断地从宝库上流出 我们要得着这 接到这喜乐的江河 平安的江河 我们就要抬头来赞美祂 而不是独自地陷入在自安自灵当中 这里面也说 来到喜乐的神那里 也讲到祭坛 我们说到祭坛也代表着敬拜 代表着我们来到教会 加入敬拜的行列里面 圣经中是能说 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美 赞美的音乐是上帝的语言 他能带给人世放 扫罗是一国之君 但是他的心灵很脆弱 经常有鬼来搅扰他 所以大卫少年时就会弹琴 所以他一弹琴 鬼就从扫罗的身上出去了 因为大卫的琴声里面有恩高 因为大卫年少的时候 就已经被圣灵所充满 所以琴声一出来 鬼就离开扫罗 他就能够像一个正常的一样 这就是圣经当中 心灵压制地得释放的一个记载 我们也是很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被魔鬼所喷放以后 很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们就说你要唱战录师歌 家里面赞美的师歌不要听 因为赞美也是使我们得释放的一个 一个图计 我们靠着主得释放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要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侵犯礼拜前的敬拜 有些弟兄姊妹以为师班上台了 或者是讲到开始了 才像是礼拜开始了 所以他们才三三地来一次 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做礼拜主要就是来敬拜上帝的 然后再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 来明白神的旨意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礼拜 我们一定要珍惜敬拜 所以在敬拜当中 很多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交给神 所以我们要预备 特别到要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头一天晚上 我们就要早点睡 早点起来 我们就能够有充裕的时间 很从容的来到上帝面前 享受敬拜 享受与上帝同在一个美好的时候 所以在诗篇四四三篇当中 四个六说到 神是笑脸帮助我们的 到最后他说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当接触的时候 神的笑脸到了诗人的脸上 成为他脸上的光荣 他就是被上帝人的荣光吸引之后 他的脸上泛出荣光 充满光彩 所以一个基督徒 没有走出忧郁 他有没有走出忧郁 有没有得到释放 生命有没有走胜 从他的表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看过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神的儿女 出去的时候 都带着神的荣光出去 因为我们通过敬拜 通过赞美 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 我们在这里遇见上帝 我们就可以带着荣光走出去 是不是 非常感恩的 非常安闷的 所以天父爱我们 祂要我们过喜乐的生活 祂要医好伤心的人 祂要是受压制的得自由 特别是心灵忧伤当中得自由 我们不要再做忧郁的路 许多的时候 魔鬼从外界的攻击 是攻击来攻击我们的外在 但是我们知道 忧郁会把我们的心灵淘口 我们说喜乐是一种习惯 忧郁也是一种习惯 喜乐是内在的 忧郁也是内在的 我们要摆脱这个忧郁的这个坏习惯 我们一定要从里面释放出来 学会如何的喜乐 所以喜乐不是建立在环境上 我们都有伤心失望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要去看这些 而是要用信心的眼光来观看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要去看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们要学会把重担谢给神 耶稣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在我里面有苦难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过喜乐的生活 能够荣耀神 如果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重担 或是疾病 或是心理的忧伤 尽管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把喜乐给我们 让我们走出牙策 有一首诗歌 真神爱世人 告诉我们 有罪的人来 忧伤的人来 只要你来相信 只要你回赶 耶稣为我舍命 真是神大爱 希望大家都要爱 所以真的是今天主在呼召我们 今天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借着今天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回顾自己的幸福经历 从前有什么疾病 今天得到医治的能力 你的身体心灵 还有哪些部分 没有从鸭子里面得自由的 我们待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每一天 我们要问自己 我每天都很喜乐吗 别人能不能从我的脸上 看到神的冷光呢 我们问自己 我能不能忍实参加敬拜呢 求神帮助我们 用祂的话语 来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资料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也祝福他 也祝福在座的每位长辈英雄 我们能不能赶到 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将你自己宝贵的信息 再次告诉我们 你告诉我们受压制的要有自由 我们不仅要脱离身体疾病上痛苦的压制 你也要救我们脱离心灵忧郁的压制 主啊 因为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 主你接个话 你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的复材 主啊 我们感恩 我们赞美你 因为主 你就是我们都释放的源头 因为主 你告诉我们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我们的自由 因为耶稣 你就是道路真理神明 主啊 我们感恩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也真的求你将喜乐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主若帮助我们 没有人能害我们 主啊 我们今天 我们就要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 我们要谈情称赞你 我们要在你的面前 向你高渴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使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 压制的得以示范 主啊 得以真正的治疗 主啊 你知道我们每个儿 你的心事和体验 主啊 你知道今天来到你面前的 做完你真实的警报 主啊 不管我们在这样的样子当中 主啊 今天求你圣望的大能 圣望往来 主啊 求你的全力能力 主啊 使我们真的是从你那里 得着完全的十方 得着真正的治疗 主啊 我们感到我们赞美你 求真主 祝福我们的一位 在你面前不完全祷告 奉主圣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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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